国民当求万国民 尽力当即天下力 三川在我脚下 大地在我怀中 我是这源于三川之主 我是这天地万物之灵 天下我有 我一我主尊 我一为王 天下成皇 我就是那个从贵州说 我要将天下人 所有人都当成亲人的 我叫杨天下 今天我要找到职位是 老板的试诺顾问 我不管你是经营企业 还是经营家庭 还是你个人问题 所有问题在我这里 都不会再有问题 OK 谢谢大家 哈喽 大家好 本期视频带来的 求求者是一位 二十四五岁的贵州小伙 小伙子的出掌方式 极为怪异 一上来就开启咆哮模式 扬言说要把天下的 所有人都当成亲人 让现场的观众都颇为诧异 那么他到底是受到了 什么样的成功学的洗脑 才会说出如此空洞的话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在来的北京 这一个月之间 曾经面试了几十家公司 但在面试的同时 也不断去体验生活 不断去感悟 不断去思考 不断去总结 我没有什么能力 我的能力是能够 我能够激发更多的人的能力 目标精神 几十五天 一年之后的 就是年薪一百万 杨天下25岁贵州人高中决令 求民当求万国民 尽力当去天下里 山川在我脚下 大地到怀中 我是这源于山川之主 我是这天地万物之灵 天下我有 我一我主追 我一为王 天下天皇 我就是那个从贵州说 我要将天下人 所有人都当成亲人的 投资者 我叫杨天下 今天我要找的职位是 老板的市任顾问 不管你是经营企业 还是经营家庭 还是个人问题 所有问题在我这里 都不会再有问题 杨天下你知道吗 你用你的出场方式 吓到了我 吓到了十二位老板 接着通过 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吓到了全国人民 我一直以为 他左手穿着手枪的 因为他 他走的时候 这手一直在兜里 我也真结 可以说到 拿出来 魏敏 咱俩都属于嘴特别欠的 咱俩就开始想 来下一位选手 会心中无我吗 来了 来了 他心中无我 他说他就是天下 因为你的名字叫杨天下 对 这是你本名还是自己改的 自己改的 其实你的本名叫什么 杨波 我为什么觉得你自己改的呢 因为不会有那么一个爹 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叫杨天下 咱们可以问一下 是不是成功学之后改的 因为我看了他 刚才谢欣说的一个很重要的话 你学没学过成功学 学个 对 学过 我看着他 我就想起了 上一期的一个信用 跟你们说说的完全不一样 来听一下他说的成功学 安静 各位 安静 到了大家学习的时候了 开始 我学的叫做智慧 是什么意思 智慧 就是我们在 新活动学了成功学 就是他会教你一个方法 教你一个步骤 教你一个技巧 刚才我学的是智慧 就是当你获得智慧之后 不管在任何时候 任何场 有任何人问你任何问题 你就会瞬间 你知道我为什么离你特别远吗 我怕被你戳瞎了 他打个机器来的吧 他又是一个 受害者 其实是一个受害者 本科上了大学 上到大学四年级 在哪个学校 海南大学 海南大学 为什么退学 因为我觉得学校里面 他找不到我想学的东西 杨天下曾经总结了一个 叫天下语录 对不对 我对其中的几个是有问题的 比方说把陌生人当亲人 把亲人当陌生人 这不就是被我们国家的法律 严令禁止的传销吗 任何东西都没有好坏 坏在人心 如果是什么东西 你人用的好了 就是好的 我想奉劝大家 也叫做说话 就像让你确定你的性别 让你确定你所说话 我在这里没有任何人的概念 就是我们受益 一些文化的思想 比如说西派文化的思想 西洋经济学的思想 我们受益 人没有错 是你学的东西错了 就是我们 人没有任何人 都是杀娘的 任何人都是没有 像这样 咱们不讨论理论 你说的太抽象 因为它这里面都是概念 有人问我 为什么成长得这么快 我答 因为你每天在想 自己该怎么走 而我每天在想 人类该怎么走 这些事咱就不聊了 太深了 好不好 天家 咱们这样 你再次明确一下 你要找的工作是什么 老板的思问顾问 为什么老板要找你顾问 比如说 我是一个老板 顾什么问 主要是帮你出谋划策 不管是你是企业有问题 还是你的家庭有问题 还是你的教育孩子有问题 都可以问我 这个顾问收钱吗 收钱 好 你有孩子吗 没有 没有 对 我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我现在觉得我孩子想学那个 我当过孩子 废话 谁没当过 为人父母和为人子女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 你告诉我 为什么你可以给人家顾问 你可以去说个具体的 比如你在哪一方面 有的问题 比方说吧 有一个小孩胆小 胆子很小 一到晚上怕黑灯啊 然后怕大老虎 假设啊 那家长就不知道 怎么能让孩子胆大一点啊 他问天下呀 你给我顾问顾问吧 来 我可以很直接告诉你 你基本上不会带你的小孩 去这种重场回来 你只要从小就喜欢 把你的孩子带到 人多了地方去 你的孩子自然会 等到 如果你总是把他丢在家里面 一个人封闭起来 他的胆子不小才怪 他不内向才怪 啊 夫人 天下 你的这个回答一点都没有价值 我对不起啊 主持人 我先不问你一个专业的问题了 好不好 你可以满足我一个私人的好奇吗 你们靠什么生活的每天 我真的很感兴趣 你平常 我现在的收入来源 是我有之前的积蓄 你上一份工作是什么 就是培评公司的销售顾问 销售顾问 对 干了多少时间 两个月 为什么不做了 他非常想留我 我是公司的销售冠军 他非常想 但是老板没有保险 也没有签合同 不我能问一下 你那两个月实现了多少销售额吗 两个月卖了多少 你个人卖了多少 一万块吧 两个人卖了多少 两个月 一万块 两个月卖了一万块 什么培训课程 什么提成多少 你获得了多少提成 百分之五十的提成 百分之五十的提成 两个月五千块的提成 什么课程 留一秒公信销售 留一秒的所谓智慧课程 我明白了 某个培训老师的课程 你刚才讲的 两个月卖了一万块 块钱的课程 对 以你刚才说的这家培训机构 你在那里会被开除的 据我所知 他们的销售 有的销售一年 会卖掉一百多万 是他们的最好的销售 如果你一个月 只卖到几千块钱的话 你会被开除的 所以我怀疑你是被开除的 而不是说像你说的那样 走的 不 自己主动离开的 我是就是老板 他要留我 怎么说呢 他说 因为我去的时候 把整个公司 气氛都带进去 带动起来了 我也给说几句话 天下 你怎么说话 是你的风格 你的自由 但如果像墨烟所说 你是有诚心问题的话 我相信老板们的手 是不会留起 小伙子从上台开始 就表现得很亢奋 当他说出自己 过去两个月 当下销罐的业绩时 老板们便当场 拆穿了他的谎言 原来他说的这些数据 根本就当不了 他所说的销罐 那么接下来 老板会怎么选择呢 大家接着看吧 这样吧 天下的这种 气场 我们大家都了解了 现在大家可以判断了 杨天下想要找的工作 叫做给你们做顾问 所以你们认为 他应该继续 可以走下去的 请选择继续 否则的话 请大家按灯离开 表态 你留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沐言 其实我没有什么职位 但是我对你还是比较好奇 我想 那我什么路 我以为你有一个准备 就是说天生我有才 包括你刚才说你有演讲 我想听一听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演讲 这样好 你给我们做一番演讲 做一番你的课程培训 里面的通常用的那种 好不好 好吧 我一旦发现你吓着我了 我就打断你了 来 三 二 一 开始 智慧是什么意思 这个词人类有史以来 没有人去讲清楚 如何获得智慧 就是进入无关和局外 无关甚至局外 神会 怎么样才能进入无关 和进入局外 核心点就要找到了 唯一的通道就是 必须迷上你所做的事 小乘者 普通人 就是靠良心过生活 好好 你这次没吓到我 但是我基本上快睡了 你说的我没有一句听得懂 给我的感觉是 你一直漂浮在一个 不知道哪什么样的星球上 你是哪年应该大学毕业 就今年 应该今年大学毕业 你是去年退的学 对 你是哪年参加的高考 参加个四次高考 第一次是2004年 终于到了 2007年考量了 对 结果在今年三月份 你还有一个学期的时候 三个月差不多 对 你选择退学 对 我仍然好奇 是你选择退学 还是你挂了很多的课 你必须要离开 选择退学 三个月之前 那个关口发生了些什么 三个月前发生了什么 让你改了名字 退了学 重新规划你的人生 三个月前发生了什么 就是学习了个智慧 就是学习了 有一秒的智慧 就是因为看了 学习了 有一个成功学大师的智慧 你父母在知道 你要退学的这个消息之后 他们什么态度呢 只有现在只有我母亲 一个人认同我 她就说 只有她说一个 太好了 只有她一个人认同我 这是计划吗 哎呦 你考了四年大学 然后你退学 你妈还说太好了 就是因为她跟我一样学习 就真正去用心去听到苗哥的东西 哦 你妈妈也去上了 妈也去 不是你不上 她就 然不我觉得做人应该脚踏实地 你不要听某个人讲了什么样的学 你就会误导你的一生 他他湿湿湿的站在地上 该上学上学 该上班上班 能干什么干点什么 当我决定我要 谁在这儿好高物远的 哪个老板会找你这样一个人在身边 你想想你何德 何才何能 若干年之后 你觉得这一辈子 做的最错误的一个选择 就是三月份 你听了这么一堂课 好了各位 我们不要再纠缠在这个问题上了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不好做太多 谁是或者谁非的判断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杨波 三个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位 现在只有你们两个留下来了 杨波 杨天下 去还是留 请选择 谢谢我 莫言丽账 当我决定要推学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的这一生 我会在平常 他会经历不断的磨难 所以我非常感谢各位老板 给我这个体验 可能我的方式 在社会上得不到认同 但是我的心 我这颗想帮助天下人更多的心 他不会灭 杨波 这样这样 我就说一句话 你老想帮天下人 其实有的时候呢 天下没有那么多的人需要你帮 在适当的时候 重新梳理一下 帮帮自己 好不好 就这样杨波 谢谢 小伙子最后没有夺到任何企业家的留灯 相信做结果都是在大家的意料之中的 小伙子面试过程中不够诚信 能力也没有达到所求职位的要求 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会要这样的失文顾问 无脑的空喊口号不是一个年轻人该有的样子 我们不知道小伙子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希望他早就改掉这些不好的习惯吧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感谢观看